草地摊业鹅在全国20个省区时发现 对粮食和农业生产构成威胁 这个就是草地摊业鹅 它吃从玉米的最嫩的部位吃的 吃完了以后它上面就枯萎掉了 如何防控应对虫害 怎样确保秋粮收成 央视财经评论稍后开评 各位好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欢迎各位收看 刚刚播出的经济信息联播节目当中 报道了草地摊业鹅 对中国的粮食生产造成的危害 今天我们就来重点说说这个话题 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来做个介绍 一位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研究员李国祥先生 另外一位是农业农村部 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吴天龙先生 欢迎二位 截止到7月5号的时候 草地摊业鹅已经在全国20个省区 是1128个县发现 累计发生面积达到了831万亩 现在草地摊业鹅入侵的前沿阵地 已经到达了中国的粮食主产省安徽 我们的记者也做了一个采访和报道 先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眼下在安徽厨州定远县桑北村的田地里 玉米已经到了抽穗街时期 49岁的高怀强种植的玉米地有一千亩 他告诉记者 从6月17号发现草地摊业鹅到现在 无论是玉米的叶片 还有都有被草地摊业鹅咬之过的孔洞 这个就是草地摊业鹅 它吃从玉米的最嫩的部位吃的 吃完了以后它上面就枯萎掉了 死掉了 然后像这种情况它是吃到后期了 就吃到植株的叶 这个是像这块就没有收成了 高怀强说 草地摊业鹅跟过去的玉米害虫相比 更隐蔽 更能吃 更能祸害 一个幼虫就能造成一株玉米绝收 目前它的玉米地有一半 已经发现了草地摊业鹅 如果不能有效防控 今年的损失可能达到数万元以上 织毛专家告诉记者 草地摊业鹅可以导致玉米减产 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七十 甚至绝收 而它还有一个外号叫行菌虫 一个晚上随气流可迁飞 一百至五百公里 最远可迁飞一千五百公里 而且还能在气温 十一到三十摄氏度的环境下 生存和繁殖 一个成虫 最多能产年轻的繁殖一代 只需要三十年左右 记者注意到 在一些规模较小的玉米甜块 和丘陵地带 由于玉米种植比较分散 进行统防统治的难度较大 几乎每一株 都有被草地摊业鹅 啃食的痕迹 如果是狗齿 那也有可能 要严重的话 也可能做成这个绝食 基本上我们除州市 所有地方都发现了 就是相继看到了 这个草地摊业鹅 发生的面积在一千一百亩左右 外来的虫源不断迁入 这个虫子 它会虫子的基数会越来越多 它会四代叠加 这样的话 就是对后期的防控 这个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目前安徽省16个市 已经有13市67个县 发现了草地摊业鹅 以危害玉米为主 发生面积三万六千亩 防治面积六万五千亩 刚才这个短片当中 也提到了草地摊业鹅的特点 有媒体做了个总结 我们也看一下 总共有四个特点 非常重要 一个叫能吃 能飞 能生和能祸害 看到这四个特点 很多媒体也都做了总结 刚才我们短片当中也提到了 飞行的速度最少能飞100公里以上 这是在30个小时之内 最快的一个飞行速度 这些特点是草地摊业鹅独有的吗 其他的害虫没有这些特点吗 我个人觉得草地摊业鹅 应该来说它也不一定是说 就是唯一的特点 好比较像我们所熟悉的 这个环虫的灾害 这个在这个过去 这个特别简单前 那么环虫没有得到 这个有效的防治的时候 那么走到哪里 哪里呢 这个角树 所以说这个应该来说 它是外来的这个飞蛾 这个外来的这个 有害的这种生物 应该来的性质可能 那其实差不多 所以说我认为 这个草地摊业 它是危害大 那么严重的时候 它也是这个责物 那个这个绝产 那么主要它就 这几个特点 是吧 这个能吃 把所有的专家 都把你吃掉了 然后它的繁殖能力 这个超高的速度 我们就说 一般情况下 就是1B2的这种繁殖 1C4的这种繁殖 它是一代生1000个 是吧 1000倍的 限制准的速度 那你这个了不得 如果不繁殖的话 应该来说 这种虫害 它的这种 谁说这种分数的 这种传播 再加上它的这种繁殖速度 所以说它这个是 草地摊业 虽然不是说 这个世界上是最严重的 但是应该来说 可以跟华人虫 这种灾害 这种危害程度 或者跟它两个 这种虫害的这种性质 有很多地方 应该有相似的地方 刚才李先生说 既然它能和蝗虫 做一个横向的对比 这两个有相似的地方 为什么它的危害 现在对我们来说这么大 我们这么高度的重视 这其中原因是什么 这个其中原因是 它跟蝗虫本身 它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首先蝗虫它在中国 是有天敌的 另外蝗虫的发生 和天气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干旱的时候 它更容易发生 另外最主要的原因是 这个草地摊业额 在我现在还是首次发现 所以说我感觉 这个草地摊业额 基本上是来势凶猛 我们要防止它向北扩散 为什么说来势凶猛呢 因为它不光是在我国凶猛 而且是在非洲 在亚洲都很凶猛 在16年入侵非洲以后 在12个月的时间 不到两年的时间 就入侵了44个国家 在亚洲入侵以后 18年7月份入侵亚洲 但是在今年1月份 一下就入侵到了我们国家 所以说它来势凶猛 在我们国家 它现在没有天敌 然后它还有一些抗药性 就刚才在片子里看到的 能吃 能飞 然后我还要补充一下 它还能解毒 它还能抗病 所以说它现在 和其他病毒害相比的话 它还有一些毒刀的一些 刚才您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是没有天敌 我们能不能考虑引入天敌 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引入天敌 现在是我们目前正在 想要引入解决的一种办法之一 现在是化学防控 生物防控 还有完全的生物防控 这种防控 现在是在考虑之中 但是我们还要考虑 我们不能驱虎足狼 在引进天敌的之前 我们一定要研究一下 这种天敌引进了以后 会不会成为另一种入侵生物 这个天敌 这些引进 就是外来物准的引进 我们要特别慎重 那么你现在看到 可能对了 现在在美洲 它就发生 它有这个天敌 是吧 一种风 很多的这种风 在中国应该可能 也有天敌叫做中华风 那么这种风 但是现在我们关键问题 就比较少 那么如果是自己的 单地的这种物准 就是说生态整个系统 一物 想一物 那么它很可能能达到平衡 当我们引进一个 新的这个物准的时候 那么你很可能 把一个问题解决了 或者说你想把这个 这个碳云额解决了 困住住了 那么有可能 它可能就带来 新的一种这种危害 所以是不困难 那么我们把引进物准的时候 都要特别特别慎重 世界上现在物准引进以后 引发大批灾难的事情 屡屡发生 所以这个事情 特别严重 其实我们来说 这种草地碳云额 也是一种外来物准 入侵了中国 那么它针对性的研究进展 有什么 再来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 专家介绍 草地摊业鹅原产于美洲大陆 随后扩散到非洲和亚洲的缅甸 印度等国家 对农业生产造成过极大的破坏力 研究表明草地摊业鹅有卵 幼虫 蛹 橙虫 四个虫态 在卵形态下的橙虫阶段 通过产出虫卵进行迁移扩散 在这个形态下 一只鹅的产卵量在千粒左右 而在幼虫阶段会啃食破坏大量农作物 尤其成长到三菱以上的老熟幼虫 则会出现暴食的习性 对玉米造成20%到70%的减产 甚至绝收 对玉米 水稻 甘蔗等一些粮食作物 造成非常重大的一个危害 为防止草地摊业鹅在我国扩散 近期南京农业大学的科研人员 发布了他的千飞路径预测 就是说我们预测 应该是有两条千飞路径 第一条就是西线 从缅甸进入云南 进入贵州 然后进入四川 重庆 一直到陕西南部或者到山西 另外一条就是从越南老乌 泰国进入梁广 然后从梁广再进入 长江以南的这些大片区域 然后再从这一片 然后进入黄淮地区 然后这个黄淮地区 然后再进入东北 这么一个过程 相关科研专家 正在进一步对草地摊业鹅 千飞路径生物防治方面 加强科学研究 为防控防治提供 相应地知道 刚才这个短片当中 我们看到了相关的专家 研究的一些进展 其实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 就是它的危害性实在太大了 可能让一些作物绝收 可能这些让作物绝收 是我们很多观众非常关注的 比如说农民朋友关注 可能我的收入会下降 没有生产了 我们的城里人可能会非常关注 这个农作物一旦减产了价格 会不会上涨 李先生您是怎么分析这个结果 确实啊 刚才这个评战 最近我们看到了 中国我们很早就关注了 实在呢 去年的时候 我看到领和国发出预警 经历了领初的时候 我们国家就发出预警 那么防治也比较早 这个力度也比较大 那么就目前我个人看到 特别是第一个短片来说 我们是800多万亩 那么是1000多个县 如果是从范围来看 我们接近这个群管 是一般的面积 一般的范围 但是这个如果从面积来说 我们所占的比证 还是非常小的 所以这个呢 纯害这个危害很大 但是纯害应该来说 目前我们还是得到了 有效的控制 当然了因为这种纯害 虽然得到有效控制 现在我们正在 秋两生产的关键时期 所以说凡是 仍然不能够钓鱼清新 特别是我们精灵 我们的玉米 通过这几年的躯枯层 以及结构的调整 那么玉米已经 这种棍球关系 正在发生变化 那么精灵我们抓好粮食生产 实际上最关键的 就是抓玉米生产 那么这个玉米 我们绝不能够 因为冰存害的原因 或者其他云特别是 现在这个碳叶鹅的这种发生 来危害我们的产量 刚才李先生重点提到了 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这个草地碳叶鹅的重点的 攻击的农作物 具体分类是什么 主要是玉米吗 草地碳鹅攻击的作物很多 现在在研究领域 现在是将草地碳鹅分成两种 一种是玉米系 一种是水稻系 玉米系它是攻击玉米 高粱这些比较甜口的一些作物 然后高粱系攻击高粱 不是那个 不好意思说错 是那个水稻系 水稻系攻击水稻和一些杂草类 现在入侵到我国 这个现在主要是玉米系的 所以说我们关注的玉米系比较多 在国际上危害比较大的也是玉米系 所以有特效的防治药物 可以做到有效的消杀吗 是这样 在草地碳鹅这种害虫 进入我国的时候 我国当时并没有专门的防治药物 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这个 观众我们查的资料 现在农业部不是它公布了 有25推进了25种 但是现在这个群国各地 可能都在试 我们看到有一次资料 有的地方试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对我们的粮食生产 有没有确切地估算 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目前来说 我比较同意李老师的观念 就是800多万亩 我们是 没错 粮食整个全国的粮食 我们是16 17亿亩 那当然就比较小了 就说即使玉米有5 6亿亩 那这个面积应该来 还是非常非常小的 即使是玉米的话 它也不到3%的受的面积 另外一个 我觉得现在防控 还相对来说比较有效 其实基本上可控 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确实是这次反应比较早 在2018年12月份的时候 我还没发生虫害的时候 农业农村部就已经下发了一个 关于加强草地胎烟额 监测预警工作的一个通知 所以说这个工作开展的比较早 后来草地胎热额进来以后 我们又进行各种防治 也比较及时 另外就是刚才李老师也说了 现在入侵到今天为止 明天就不还保障了 到今天为止 入侵只到了安徽 在我们知道玉米主产区 主要是七个省 这七个省的产量占到 我要一半以上 就是华北的山东 河北 河南 还有东北的黑吉寮 还有内蒙古 目前这几个省 暂时没有出现 谭业额 所以说对玉米的危害 暂时有限 但是我觉得现在 一定要加强防控 加强监测 要综合防控 刚才这个短片当中 也提到了 这个谭业额 这个迁飞的一个路径 接下来的可能是 往华北和东北方向走 您对我们的农民朋友 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们应该怎么来 做好这个防控的工作 一定要加强防控 具体方法是什么 比如说农民 现在要寻下地 要经常去看一看 检查一下 看看那个地里边 到底有没有这个从害出现 如果有从害出现 马上要向当地的 农业相关部门 或者是支保站 他去汇报这个事情 然后进行一个综合防治 另外一个 他要综合用药 刚才也说了 在能力农村部 现在已经筛选出来 25种推荐的 就是常用的 就是低毒高效的农药 要及时用药 然后用药的时候 还要注意要轮换用药 防止这个从子产生抗热性 就像刚才说的 它能解毒 它要常用一种药的话 抗热性一下就起来了 刚才阿里也提到了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一个方案 叫做全国草地 摊业鹅防控的方案 那么具体的防控措施 有哪些呢 再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草地摊业鹅 目前主要发生在南方地区 呈点片状发生 有向北扩展的态势 由于前期防控及时有力 目前扩散速度有所放缓 专家分析 7到8月 黄淮海地区玉米 将进入生长旺季 而此时正值西南 季风最强的季节 也是草地摊业鹅 随季风向北迁徙的 关键季节 因此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重点防患 黄淮海产区的河南河北 山东安徽山西等省 以及东北产区的辽宁 内蒙 吉林黑龙江等主产区 确保草地摊业鹅 不大规模 千非为害 确保玉米 不大面积连片成灾 6月下旬 农业农村部制定下发了 全国草地摊业鹅防控方案 公布了25种防治用药名录 并汇同财政部紧急下播了 5亿元防控资金 从前期防控情况和专家分析看 防治草地摊业鹅 有药剂可用 有技术支撑 有力量可调配 有经验可借鉴 只要监测到位防控及时 草地摊业鹅还是可防可控的 目前这些药剂都应该说 对草地摊业鹅有比较好的防效 特别是甲维员进行防治效果 性价比应该来讲是相对比较好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 如果弄清它的一些生物学特性 还有它的一些千非规律 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来进行防控 所以在应付这个草地摊业鹅 也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按照 严密监测全面扑杀防治结合 分区施测的要求 打好草地摊业鹅防控攻坚战 实现重口夺凉 刚才短门当中也提到了 农业农村部公布的 25种防治药物 这个防治药物 因为草地摊业鹅对我们来说 是一种新的一种物种 这25种药物 真的能够有效地 应对这个物种的武器 从现在这个实际情况来看 你看我们现在整个的发生 是在群果很多地方发生了 但是它整个的密集还是比较小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短片里面看到 就是说发生唇害的地方 那么很多也没有出现了 这种绝收的情形 那么证明就是说 我们现在通过这种药物防治 应该来说还是比较有效的 那么这里面当然除了药物之外 我们可能还能通过 其他的一次途径 我们看到有一次地方 我们通过这种物理的 通过这个刮木来优煞成虫 什么鹅子 那么这是办法 应该来说 还是目前来说 也都是有效的 那么最关键的就是 我看到我们有一次科学家 科技人员直接到前进地头 帮助农民 指导农民 告诉你这个鹅子 可能那这个幼虫 这个什么都叫爬虫是吧 很可能能够 对于我们农民 我一直承受过农业生产 那经常看得到 但是这个摊一鹅 跟我们本土的那个鹅子 有什么区别 这个幼虫有什么区别 鹅子有什么区别 那么科技家来指导 这个对症下药 这一点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看到 有关新闻的报道 在6月中旬的时候 农业农村部召开了一个会议 叫做全国草地摊一鹅防控工作 推进落实视频会议 对防控工作进行再部署 提到了这样几点 说要确保草地摊一鹅 不大规模谦非 不大面积连片成灾 坚决打赢草地摊一鹅的 防控空间站 全面保障粮食和农业生产安全 其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 叫不大规模谦非 不大面积连片成灾 这当然是我们的主观的 非常良好的愿望 吴先生来自农业农村部 您觉得我们通过 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达到这样的愿望 达到这样的效果 现在就是 还是之前强调的几个观点 首先要加强监测和跟踪 这个是前提 然后在此基础上 我们要加强连防连控 统防统控 尤其是 现在要往北方 嵌移的过程中 北方大多数都是 集中联聘中值的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这种优势进行 就是无人机的喷药 就是可以大面的去吃药 像南方 当时我可知道有四川 当时有一个好多地方 它这个是山丘破地 它这个其实防起来 还没有北方好防一些 李先生您的研究当中发现在国外 有没有什么好的防控经验 对于这种新生的外来物种 我们看有新闻报道 说最近日本也好像也发现了 当然这个对于亚洲来说 都是新的外来的物种 那么最早它应该是在美洲 如果从美洲来看 美洲它主要通过听敌 来生态平衡 让它自然控制 当然它们通过转基因 这是玉米 这是方法 那么也会可能再起于 这种辅助的作用 赫兰到非洲 非洲应该困制得非常不好 那么灾害最严重 那么再到亚洲 那么亚洲当然我们 特别是到南亚 南亚它的玉米种植面积 比较少 所以说灾害不是很明显 那么到中国 那么经营到中国 经营中国 那么应该来说 这个存害进来了 如果我们困制不好的话 那么有可能就像非洲一样的 这么大的灾害 如果跟国际经营上 直接有不同的地方 那么作用准的也不一样 反困的方法也不一样 那么如果从整个的 反困效果来看 我个人认为 如果从整个国际来说 中国往往是输出经营的地方 那么对于这种病存害 中国的现在我们现有的 这个体制优势 这个制度优势 应该来说 反困的效果是非常非常 它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么不一定是中国 像国外学习了 那么如果从这个 直接的效果来看 可能中国会输出经验 别的会向我们学习 当然了国外这种繁殖 他们的有一次繁殖方法 也值得中国的借鉴 或者说他们就不赞同 用这种飞机来碰药 曾经讲我在欧洲 有一次开会的时候 如果建设中国 我们在繁殖病毒上 用飞机碰药 他就销唤我们 他说我们这个 太没有这个什么 绿色环保意识了 好 谢谢二位的分析 广告之后 我们的节目继续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刚才李先生说 这种大规模的飞机撒药 可能在环保上是有问题的 是有一定缺陷的 但是我们既然要兼具它的高效 还要兼具环保 两者怎么来平衡 恰切的方法是什么 生物防治吗 因为我的核心观点 就是抓好粮食生产的 必须要做好 病存害防治工作 所以我们在防治的时候 除了这种化效药物 直接把醇杀死之外 那么要加上了这种绿色防治 生物防治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我们过去 温饱不足 吃不饱饭 那么病存害是其实一大危害 还存的 我们所有上了临际的 应该的老百姓都知道 所以病存害来的时候 那么没有药物防治 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中国我们现在 这个农药运量过多 甚至有一次地方滥用农药 当然这个不一定 就是有人滥用农药 那么滥用化学农药 一个方面对食物安全 对粮食安全 质量安全会造成一定的危害 风险 那么另一个方面 也对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 那么怎么办 那么这要防治 那么我们又要兼顾 这个绿色发展 生态环境 那么生物防治 这个物理方法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 就防止这个一鹅 晚间在飞的时候 它具有相关性 那么就用了这个物理的方法 用灯光的方法来捕杀 那么这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除此之外 将来一个什么生态平衡 我们培养出中国的这种天体 是吧 像这个我们看到有一次资料 比如说中国的什么中华风 这样意思的是 通过这种方法来防治 这个应该来说 可以经过各个方面的这种效益 您怎么看 我觉得我很同意 李老师的观点 需要综合防治 而且需要分区实测 另外我感觉 现在防控虽然比较可控 我的个人观点比较乐观 但是现在正好 到了秋凉售后的关键时期 秋凉生长的关键时期 在华北地区八月底就要收了 然后在东北十月份左右也要收玉米了 现在整个从现在一直到十月份 整个这么长的一个期间 我们都要非常重视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一旦失去控制的话 一旦把华北和东北地区的玉米 承载裂变收在的话 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为什么说现在可控 现在是我们已经发现的点 已经基本上全部开始进行防治 而且现在从现在的经验看 如果防治可控的话 基本是70%到90%的防控率 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但是就是因为 今年刚才李老师也说了 多年的结构调整以后 今年玉米的波动面 实际上比去年和前年 都会在某段内下调 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的供求关系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出现了 重灾这种情况下 加上的一个现象 我们就更容易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